Hello 大家好 我是谷创 欢迎来到西尔佛三分钟时间 这个单元是利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介绍 Self Arena 最新的主题赛事 虽说如此 西尔佛竞技场也已经在终点线前了 在上个月的影片有提及到西尔佛席登的消息 而2023年6月的纯真杯 就是Self.gg的最后一个主题赛 7月将一口气冲完四个洲际邀请赛 并在台湾时间7月30日凌晨1点举办最后一次世界冠军赛 每个洲际赛将有128位训练家受邀参加 台湾所属的APEC亚太地区洲际赛将在7月16日中午12点举办 请各位末代希尔佛训练家随时留意Self.gg上的个人通知 洲际赛将踩瑞士轮配队 应该是各取四强晋级冠军赛 再进行BO3双败淘汰赛 洲际赛与冠军赛将采用相同且独树一格的选角规则 一如既往的超级联盟六选三猜选大会 超级进化一路被ban到联盟关闭人继续被关厕所 第一只先选择一到七代的玉三家 当然啊每个训练家总会从博士纳拿到第一只玉三家 才开始踏上宝可梦大师之路的吧 第二到五只分别选择2019、2020、2021、2022四个赛季里 具有象征性的宝可梦们 直接从白名单里去找最快 这边弄几张PPT图像画给大家加强个印象 2019的年度宝可梦 2020年度宝可梦 2021年度宝可梦 2022年度宝可梦 第六只选上一只传说级或幻兽级的宝可梦 但特别强调没有累积斯奇鲁 哈哈刚驻你看看你啊哈哈 这样的队伍构成是不是能很接近宝可梦游戏世界里 陪你上山下海深度潜出的冒险旅行拍档的呢 不知道代表台湾出赛的选手有哪些人 自截稿当下台湾国家排行榜上的八强友 尤达达30 1.0.1 Nazuki The Day No.1 KK.U.Henrys Hallelujah Jack.2017.1209 James.E. Chen 等等 突然发现这2023赛季台湾也才25人参加 后来问詹大才知道之前是小局人以上的人 希望是会有台湾的选手能在西尔佛的实质上的 最终战场拼上一场 不然大家的回忆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说来感伤 古创频道起家就是在记录西尔佛竞技场的参与过程 尽管一度因为Pokemon GO对战联盟的开放而失去关注 又遭到全球肺炎疫情交袭仅存的面对面对战热情 但也多坚持了一个赛季开心参与开心对战 以后少了一个老朋友的感觉 但还是很感谢这7年来西尔佛竞技场的陪伴 因为他让我重度回坑了宝可梦世界 重新玩起了宝可梦VG本传 跳入了宝可梦卡牌的巨大深坑 还有各种周边与相关游戏 也在宝可梦中心花了不少钱就是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相遇结识了因为都热爱宝可梦 而走在同一条冠军之路的朋友们 我很感谢 谢谢TheCFArena 我是古创 希望未来的有一天 能可以在这漫天灿烂的宝可梦宇宙与你相遇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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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